如果要用一个字来代表国民党是统的话 那以另外一个字来代表民进党是独 那有人就问我说 那要用哪一个字来代表民众党 我说台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天然独那句话是不对 应该叫天然台 3号中午台湾民主党主席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特别挑了天然台香菜馆 举办春酒餐会 重述去年所谓天然台的台湾认同论述 这个是这样嘛 以台湾为名 以民众为本 我们还是以台湾为主体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民众每天的生活 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所以理性务实科学去处理我们的问题 这样就好了 对于柯文哲的这番话 台北解读或许是在替自己洗颜色 以台湾民主党内部来看 目前多是由蓝营出身的人士担任要职 这引发外界对其向蓝营靠拢的猜测 不过3月2号又传出 台北市政府居绿营背景的局处长 将组成绿色连线 淡化柯文哲青蓝色彩的意图明显 在被媒体追问两岸一家亲时 柯文哲仅回应两岸一家亲只是一个态度 也要有亲善的行为 香港中平社解读台湾民主党的两岸路线 仍定调在中国国民党民进党之间 保持其一贯的两岸关系是战略 不会轻易变动的所谓战略模糊路线 这或许也是柯文哲在2024选举前的有利空间